他是出在一款比塔上的恐怖小品游戏 我們就遊戲開始吧 小女孩 怎麼了 看又看 移動 可以跳 跳 跳好短 啊啊啊啊啊啊啊 死了 你跳太短了吧 這也是地牢 我們一開始在一個地牢的地方醒來 跳一次 總共沒跳的方式好淑女 接著呢 是 移動鏡頭 這樣嗎 可以看到 嗯哼 下面這是什麼 已經嗎 跳一下 去走 欸咻 欸咻 這裡是 喔 這樣下去嗎 欸 好像很痛 塞住的 塞住的 塞住路的岩石一動也不動 那我們要繞路嗎 還是要想辦法把石頭給搬開 我現在走看看 石頭都不能動 這個是 這個是 疾經魔力 找到一本記載著受詛咒的疾經筆記本 在收藏品畫面前確認內容看看吧 等一下 我們來閱讀一下內容 看一下我們來閱讀一下內容 日治理一 我受到 疾經所詛咒 因此 遭到人們的恐懼排斥 被排 殘酷的對待 雖然現在 身為城主的父親保護下 還能不能平衡 但不曉得能持續到何時 這種疾經的詛咒是否有辦法解除 針對疾經調查的話或許能知道些什麼 我將把研究結果記入於此 再來呢 受到疾經詛咒的人身體有一部分會長出疾經 並且能夠奪走周遭的時間和顏色 被奪走的時間顏色的物體 會原地完全靜止不動 所謂的原地正如同字面含義 如果物體 原本正在 飛在空中 那麼 它就會在空中靜止 靜止的物體不管怎麼做都沒有辦法移動 可能是顏色具備某種力量 已經將力量全部奪走之後 那個物體的一切活動便跟著停 喔 是衣 還有嗎 那麼 血液是這個嗎 這樣子可以吸嗎 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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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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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